8点41分59秒 坐在我旁边的新党主席 郁牧民郁主席 可是你对李登辉这些话 其实老实讲 以你们新党 以你过去跟李登辉 交手过这么多的回合 我觉得他讲这些话 你们也不会意外吧 只是在日本的国会 赤裸裸地讲出来 觉得怎么会有一个失格 到这种地步 但是你去安宁控告 当然会有人说 这个是为了新党的选举 在造势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政治上面惯有的 这种的操作 你在安宁控告的 背后的心路历程 到底是什么 我想你刚才说的都有 第一个是直接的反应 这个直接反应就是说 你在台湾 你讲讲这些 我们还可以不理你 但是你居然这么 卑躬屈膝的 这么失格的 到日本用日语 然后跟日本的政治人物 去赤裸裸地去出卖了 钓鱼台 那事实上也得于出卖 你过去曾经主导过的 一个这个中华民国 我想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么失格的人 那不能让他为所欲为 这第一个直接反应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既然要做一些 他有行动了 我们也要行动 而这个行动呢 是必须去保住 我们的发言权 话语权 你假设不去告他 大家都不理 那好了 那以后万一有什么争议的时候 那就变成你们都默认 你们都没有动作 所以他有动作 我们也要有动作 这就是第二个 那动作的话呢 就发现了过去也有人告过他 但是好像都没有 不了了之 那我们觉得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那必须要提告 告发的话就是 104条万换罪 你认为这 你有跟律师或者法 法界人商量 不过这万换罪会成立吗 我认为假设大家都 我们的人民不管是哪个政党 因为这不涉及蓝绿 这也不涉及统独 这是完全就是 宜兰的投尘的钓鱼岛 那要不要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该不该要保有 保有这样的一个主张 所以我现在这两天 我也期待的就是 大家不分党派的 应该去维护 宣扬这样的主张 那么当然现在 我们已经受理了以后 也开庭了 跟检察官也有所陈述的 这个内容我不便在这里说 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国民 我们该说的 我们说了 我们也希望 有关的单位也能够重视 那么可是第三个呢 就是等到我们提告发了 我们就看的 就反映上 有些人为这是选举花招 跟花招有没有关系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是不是一个选举的 影响的一个活动 当然是嘛 我不管做什么 现在在这个选举 都一定在选举当头 在当头 一定有效应 人家要怎样讲 我们也不必去在意这些 我们做对的事情 所以你说我选举花招也好 选举的策略也好 我都不必否认 可是有一点说明的 他自己的礼办 他居然说了 你们再这样下去 你就要从他921的 大败的命运 那这什么好招呢 你已经把你说清楚了 说我们今天 新党来提告告发 我们可能国民党 就要跟着走 你们都要再面临到 921大败 那就不是一个选举策略了 因为这个策略 证明说不是好的 所以我们来看 民进党那些反应 过去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 都是说钓鱼台是台湾的 我现在都说我不卷入口水战 我很严肃的告诉政治人物 政客们 这不是口水战 这是一个对于领土的主张的一个发言权 你要不要保留 你不表保留 你不表态的话 以后就是 李登辉的钓鱼台是日本的 那样的一个主张 变成是主流了 这是我几个复杂的因素之下 我觉得不管人家怎么说 我是为选举也好 大家又说新党化 新党化 新党在紧要关头 就是要有正当的主张 其实大家会觉得新党是个 是个中华民国派的政党 是个外层党 贴上这样的标签 但是其实新党的党员里面 我发现比例非常高 这个是很特别的 而且越来越多 就是说闽南籍的新党的党员 敢于站出来 就像我们每天晚上 在跟凤卿做网络酸辣汤 常常有人喜欢去贴我来宾的标签 说你们这些通通都外省人错了 我告诉你那一排坐下的 全都是闽南人 都是闽南人 我才会开会儿叫讲 唯一的外省人是谁 你知道吗 是董志生 他是福建省人 他是福建省出身的 好 其他的其实都是本省人 当然我是第二代的外省人了 好 坐在我旁边的新党主席 郁木铭 郁主席 当国民党有一些的立委说 像这样子的领导人 还要给他礼遇吗 可能谈到要撤销礼遇 当然 而爱其养我爱其理啦 那你也担任过立委民意代表 这个议题 你怎么看 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跟郁主席聊 今天在我的阅读角落里 多了一个新朋友哦 哦 是我吗 才不是呢 是Snooby 现在买阅读角落下午茶系列 就送Snooby马克杯 四款图案等你来收集 嗯 我爱海盐摩卡的浓郁 我喜欢抹茶拿铁的香醇 现在起ZP11 全家 莱尔夫 OK超商 顶好超市 宝牙 美联社 都买得到哦 每位享受就在阅读角落 宝贝 谢谢你的贴心 总是为我付出 这个夏天就换我来照顾你吧 快回Toyota照顾宝贝爱车 即日骑到Toyota 免费26项冷气相关检查 再想冷气零件9折 版本保感75折 Toyota服务场 给爱车最好的照顾 爱的姿态化成衣服 笑容眼泪唱成情歌 每首情歌的名字都是梁静如 2015梁静如 你的名字是爱情演唱会 8月9日开始售票 请抢拓远售票系统 8点49分05秒 你在收听的 《非电波网》 《非电早餐》 我是唐家龙 好 看台子级开盘 开盘之后现在平盘 8639点的位置 好 那成交量的4222口 在我现场呢 是英文明玉主席 刚谈到就说 我相信有很多人 是不想理他了 那网络上面的反应 不管捅的毒的 蓝的绿的 碰到钓鱼岛啊 我觉得其实是绿的 大概都还不太容易 讲出口说钓鱼岛是日本的 因为我在台北 如果你去爬阳明山 你爬到大屯山 你站在那个大屯山的 那个山脉上面 你想象就是说 你看下去的这个东海 你把海水抽干了之后 你就发现 钓鱼岛其实就是大屯山的 那个山脉的 另外一个山头 那几个山头冒出海面的 潜到海里面看不到 但是冒出海面的 跟大屯山是一样的 它是属于大屯山系的 一部分距离台湾是最近的 好 但是台湾面对到钓鱼岛 除了口头上面的主张之外 因为有了李登辉 这种话讲得越来越模糊了 日本人根本就不理你 那如果取消礼遇 你觉得有可能吗 应该这样做吗 当然应该 因为我现在 那个反应上面 中间就是一个 非常强烈的反应 那么大家在网络上 希望说 我们不是单单告发 我们应该要把它 现在的礼遇呢 要把它拿回来 因为太对不起 他太对不起大家了 那么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希望说 也不能你不能单单子高发 大家应该 我们要走上 走到尖头 接头 我们要表达我们的主张 不要以为只有他 一个人在可以表达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现在都在考虑的 都应该再往下进行的 那么国民党 当然赖世宝执行长 他是政策会 他们也有几位立委 说将来要在立法院 要来撤回 取消他的忧郁金的部分 那我再另外一个 我要给听众朋友们了 大家仔细再去思考 我们这15年来 赖世宝的国民党党团说了 总共是17000多万 那就拿这个数字 再跟我们年轻人 所期待22K 那么假设22K的年轻人 工作一年13个月 我们算他一年 这就是28万6000 那么15年 430万左右 那这样一算的话呢 过去15年给李登辉的 是将近17000万 是可以有40个年轻人 能够做了15年的工作 那这个我觉得假设 再往后再给他15年 当然这还有没有15年 我们不知道了 就是说再给他15年 那我们就等于又小了 40个年轻人的工作机会 我觉得大家也应该 从这些里面去思考一下 你知道李登辉不只是说 我们对他的礼遇 我最近看新闻 其实我看了很有感触 但是因为 因为他把他当八卦 所以不太谈 连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彦军 那李登辉卸任这么久了 王彦军都还可以受到 只是个办公室主任 都可以受到民间长期的供养 那不管供养的背景是什么 那个金额其实非常惊人 长时间吃僵的喝 他会说这些人凭 这些人都没有正式的工作 那怎么日子过着 看起来很优渥的样子 就是一直都有人在供养他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政治风气 其实真的蛮可怕的 好 但是 李登辉的声音 在网络上面的讨论的声量 你看得出来就是说 一些的独派 还是极力的在袒护他 再来有一种声音说 支持蔡英文就在支持李登辉 当这个逻辑无非是在反反讽 过去民进党很简单说 你支持谁谁就是支持马英九 但是你支持蔡英文就是支持李登辉 是吗 这个有相等的一个 我们不能现在一定说完全绝对的 这也是一个相等的 因为我们也希望在选举的时候 总统的候选人都能对这个要明确的表态 那假设他含糊其时 那也就几乎相等 那么因为蔡英文女士 他在南海这个部分 他将来是配合美国的政策 那么那个钓鱼台是东海这边的 那到底台湾未来的东边 是让给日本 南边那个势力让给美国的话 那我们到底说 台湾的命运 以后台湾人来做决定 我不晓得这个怎么去解释了 所以我期待的几位候选人 将来不晓得几位了 现在两位候选人 包括洪秀柱 蔡英文多应该对钓鱼台的 要有所表态 因为这是重大的政策 在作为一个领导人 他的政大的 所以他有没有可能跟李登辉一样 他也只是心生一记敷衍你 当然有可能 但是这个就是大家表态 那你假设洪秀柱明确表态了 那另外一个含糊的 那选民自己要去做选择 这是一个 那其他的政党的也应该 那么同时现在 网络上大家说 我们应该要站出来 我真的是期待的 我们听众们 大家假如真的要站出来 表达一个主流的声音的话 那不是单单我们新党来告发而已 当然李登辉的当年的心生一记 使得大家对于当下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独派政治人物 所有当下的言辞的包装的信任度都降到零 我哪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新生一记 说太平岛是我们的 说钓鱼岛是我们的 其实你心里在想什么 看动作 听起眼 观起醒 我进了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最后一分钟 好我请教这郁牧民 郁主席的是说 你对宋楚瑜呢 因为你刚刚意在野外 我不知道我解读对不对 除了蔡英文 除了洪秀珠之外 其他的要参选的也应该表态 宋楚瑜 清明党看起来 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了 宋楚瑜一定会选 那你的看法了 我们从外界来 外面来判断的话呢 我觉得现在的动作是应该会选 那你刚才说我眼外之音的 我是觉得不是单单宋贤人嘛 宋楚瑜主席 另外我觉得施明德主席 其实施明德主席 我也呼吁大家 应该让他过关啊 他那个门槛 要连署 给他连署嘛 要支持他 因为门槛高 施主席是担任过民进党主席 他不是泛泛的 说这个立法是怕 闲杂人等啊 大家一起来参选 所以有门槛嘛 但是对像施明德主席这些 你现在用高门槛来 这个也不公平 所以参选人不见得 只有另外宋主席 我觉得施主席 也应该大家支持他 跨过门槛 至于你将来是不是投他 那是另外一回事嘛 你要给他参选机会 所以我才会 有刚才是不是只有两位啊 我才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宋楚瑜如果 但我不知道新党 或者说您怎么看 看宋楚瑜 尤其在 在新党的核心主张 就是中华民国的论述上面 你认为亲民党 你认为宋主席 跟你们还是一致的吗 基本上他们最近在议会 尤其台北市议会 或者在某些言论上面 是跟我们越走越远 所以我一再的上司说 我希望他是蓝银 推出来的话 那我们也一定会支持 那重点是 他应该大家是一家人 站在一条阵线上 好 不过因为 因为宋楚瑜看起来 对于选举这件事情 当然在酝酿了 那同时也不断的 会有一些的操作 以目前的选情来看 不管宋主席参选与否 你对于洪秀柱的选情 新党又怎么看 我觉得国民党的朋友们 尤其竞选立委的 民意代表的候选人 希望大家有志一同的 应该让洪秀柱扮演他自己 洪秀柱就是洪秀柱 洪秀柱再怎么说话 绝对不会去伤害我们自己 他自己的同志们 那假设他不像他的话 对选情是会有影响 他越像他 越能够直言 非常率直的说 我相信年轻人 喜欢诚实的政治人物 好 这是重点了 感谢宇主席来